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声哨响 他蹭了一下窜了出去 刹那间 沙尘四起 他不时勇于光摇着对手 生怕被超越 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在卧倒 出墙 报告 完成考核的那一刻 他早已上气不接下气 汗水和尘土 将它绊成了泥人 得知成绩的那一刻 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而此时 他的手擦掉了一层皮 鲜血直流 胳膊和大腿也留下了几道淤青 亮亮呛呛地回到队伍中间 二乍一看 王梦迪面容娇好 言谈举止也颇为低调 离蛮霸二字似乎相去甚远 可认识他的战友 都说 王梦迪是个名副其实的女汉子 尤其上了训练场就自带魅力光环 这个备受推崇的女兵 霸气指数究竟有多高 接着往下看 她的那股劲儿是哪来的 咋对自己这么狠 敌者不禁追问 原来 王梦迪的父亲曾经也是一名老兵 多年以前跟随部队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并荣立了一等功 看过芳华吗 刘峰在战场浴血拼杀的血腥胆气像极了老爸 王梦迪说 小时候问过父亲上了战场怕不怕 父亲告诉他 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怕字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是留躺在军人身体里的血腥 三 王梦迪告诉笔者 在他的成长轨迹里 深深留住了血腥青春的烙印 让他懂得了军人的价值 懂得了血腥的含义 懂得了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方向 去年 王梦迪大学毕业 毅然选择了参军入伍 也许是巧合 来到了父亲的老单位 有着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的英雄部队 穿上军装后 他莫名地感到和两不怕精神如此吃尽 对自己狠一点 拼了 王梦迪不敢懈怠 他以超长的意志 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 训练场上 每当一个课目训练结束 别人都坐在地上休息时 王梦迪仍咬着牙尖持练一会儿 每天训练下来 他身上总是轻一块 紫一块 浑身酸痛无力 但他从不教义生苦 喊一声泪 不断向更高的难度和强度发起冲击 血性与执着才是青春的底色 凭着一股自道也要向前倒得很近和拼近 王梦迪从一名地方大学生脱胎换骨 成了一名敢打敢拼 永生第一的女兵 把所有苦吃了 就只剩下甜了 性格开朗的王梦迪告诉笔者 同龄女孩现在有的 我曾经拥有 以后也会有 但我现在有的 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 新兵训练结束时 王梦迪在800多名新兵中脱颖而出 下连后 他依然保持十足的拼近 把直击台当站位 陈练手工 武练动作 瓦练背技 在训练上不断寻求新的突破 不毁霓装换戎装 战场不会让女兵走开 性格开朗的王梦迪坦言 在汗水和热血交融的军营 我要做一朵坑枪玫瑰 霸气点染万绿 只有不断挑战自我 战胜自我 才能成为一名有虎气血性的的优秀女兵 免则说明 以上内容源自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 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感谢每一位辛勤注写的作者 感谢每一位的